師傅手起刀落 油雞瞬間骨肉分離 焦糖色外皮包覆著軟嫩雞肉 這是來自新加坡的米其林異星油雞 海外首間分店就落腳在匪車商圈 我們去選出這個比較適合跟新加坡很陰謀一樣的雞 為了維持軟嫩鮮甜的肉質 選用台灣肉雞加入當歸和八角等中藥材熬製 固定以黃豆作為配菜 完整複製新加坡本店口味 但售價也多了超過一倍 他畢竟是米其林嘛 就是有一點想來吃吃看 我覺得不划算 因為一個便當還70塊就可以吃到很飽了 新加坡開始是小販的 所以那個價錢就是最便宜 再開始發展這樣的型態 店的型態模式相對價錢就會提高 這個是新加坡米其林一新的油雞飯 它的外皮是呈現了焦糖色 不過台灣知名燒拉店的油雞音樂 滷製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外皮是呈現金黃色 就連配菜也比較多了一些 特別使用的台灣半土雞 體型較大肉質Q彈 使用私房醬油滷製40分鐘 讓味道完全滲透到雞肉裡 還有滿滿四樣菜 有菜有肉超滿足 也難怪連美食家胡天蘭 都成了店裡老顧客 去拌土雞 土雞的話那個肉比較鮮嫩 比較甜 港式沙拉口味配菜大不同 但除了名聲夠響亮外 恐怕還得真柴實料的好滋味 顧客才會一再上門 記者林伟 謝偉一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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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